疫苗 疫苗會以兩種方式發揮作用 第一種是直接免疫 如果你接種了疫苗 你幻想重症和死亡的風險會大大降低 而第二種是群體免疫 如果大部分人都已經接種疫苗 即使群體中有未接種過的人 都同樣可以受到保護 意思是都有一定的人數對傳染病免疫 他們就會為沒有免疫力的人提供間接保護 群體免疫是令傳染病消失重要的一環 英國現在可能已經做到 或者即將可以達到群體免疫 令這種流行病消亡 但群體免疫的門檻就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如果病毒變得更有傳染性 疫苗接種效果就會降低 以免疫力就會因為自然衰變而減弱 另外當社交距離政策降越 人口會再次變得密集 病毒傳播就會變本加厲 當出現這些情況 就可能需要透過接種多一劑疫苗 或者通過偶發性感染去提升人口的免疫力 加強運氣 我們會有甚麼事 對